我和周辰伊恩爱了一辈子 可她弥留之际 却喊了一对陌生的母女来医院 还把所有遗产留给了她 将死之际 她竟然看也没看我一眼 只握着那女人的手说 这一辈子 你是我最大的遗憾 我想起来了 这女人我五十年前好像见过 是我们村东头的那个丧夫的李寡妇 你杀我的是孙子 让我顾家绝后 你会遭报应的 房门撞在门框上 哐当一声来回撞击着 婆婆怒气冲冲的身影消失在门外 她一直看不上我 我是知道的 但孩子为什么会没了 还不是五十年前的那天 周辰伊下班后 却迟迟未归 我渐天都黑透了 她却还没回来 外边又下着大雨 这才拿了雨伞 匆匆出门去找 乃至迎到半路才知道 周辰伊竟是冒雨 帮着那女人梳骨子去了 我看到两人并肩走着 好像很是亲热 便不快地转头就走 乃至路上遇到泥石流 原本在我身后的女人 下的撒腿就跑 可恶的是 越过我时还顺手推了我一把 而我当时正转头 去看周辰伊 一个亮腔之下 肚子便重重地 磕到了地上的石头 等我看到双脚流下的鲜血之时 这才知道 我失去了腹中的孩子 而在我婆婆的眼里 则是我自己杀了我腹中的孩子 我没想到 前世刚把周辰伊 错谷杨徽的我 转眼就回到了五十年前 周辰伊和五十年前一样 在婆婆走后才走了进来 孩子没了还可以再生 别哭了 周辰伊冷淡俊逸的 眉眼映入眼帘 她不是故意的 你别揪着不放 这张脸年轻时还真是好看啊 不像年老十一身的老人位 老人般 但是这张脸再好看 怎么说出来的话 却这么让人作呕呢 她不是故意的 我揪着不放 周辰伊倒是伟大的很 想用我的孩子 来祭奠他们 这对苦命鸳鸯的爱情 想什么呢 我视线掠过她 环视了眼周围 嘴角勾了起来 还真是重生了呀 重生在五十年前 这时候的我 还没有因为小产 又被婆婆日戳磨 而坏了身子 这时候的我 还没有因为信了周辰伊的鬼话 我那女人 她日子过得不容易 你别添乱 和前一世一样 周辰伊就连劝我的话 都一模一样 而我脑袋进水 怕她不高兴 然后也竟然真的算了 是的没错 在我看来 她很多行为和李寡妇 太过亲密 而被我发现 甚至在我的孩子 被李寡妇害死后 我还是怕周辰伊不高兴 便算了 因为前一世的我 最怕周辰伊的冷脸了 她只要不高兴 就那么淡淡地看着我 或者一个月两个月 不和我说一句话 我就会什么都妥协 当然 也可能是因为 这是毕竟闹得有点大 在这之后 就是听说李寡妇 不知道什么时候 带着女儿跑了 李寡妇的婆婆便寻不着 这是便不了了之 谁能知道 原来这两人 竟然是被周辰伊藏了起来呢 而且一藏 就是整整五十年 整整五十年啊 我就奇怪 这次小产后 周辰伊再没有和我亲近过 美其名曰是不想我在受罪 可是在这之后 我日日被婆家骂 是生不出蛋的急 是让顾家绝后的罪魁祸首 可周辰伊呢 每当这个时候他都隐身了 任由我来承受 旁人的闲言碎语 曾经我也曾下了 很大的决定 不顾羞耻的 在夜里钻入了周辰伊的被子 可他呢 我恍惚现在还能记得 他那张好看的脸上 满是厌恶 他说 你的脑子里 怎么只有那等龌龊事 周辰伊大学毕业 有学识有文化 有能力 现在还是个车间主任呢 他说的总是对的 不像我 只读到初中 就因为家里穷 没读了 他说的就好像 我的主动 是一件多么不要脸的事情 不过那次之后 我也就歇了 在和他亲近的心思 整整五十年 我们真正做到了 相敬如宾 我以为 夫妻都差不多是这样的 前世的我 一年前伺候走了 生病半年的公公 二十多年后 也送走嫌弃我半生的婆婆 接下来的三十年 我日日围着锅台转 眼里只有周辰伊 我甚至已经想好 如果日后我先死 我要怎么妥当地 安排好他的余生 可他临死前 却叫来了离寡父母女 他说 他最后的遗憾 是没能和他正大光明地在一起 他说 我的所有财产 除了房子 其他的都留给你 他说 念春只有一个人 不像你有一大家要顾 他也用不了几个钱 他仗着要死了 终于用不上我了 便肆无忌惮地无视我 伤害我 可是 哪怕我在他死后 愤怒地将他错骨扬灰又如何 我这一生 依然还是一个笑话 李翠娘甚至什么都不动作 周辰伊就什么都替他考虑好了 我恨 我愤怒 我满腔的怒气无处发泄 可周辰伊的骨灰都被我扬了 我就连鞭尸都做不到 就在我准备联系律师起诉李翠娘 追回这些年 周辰伊用在他身上的财产 可以转到他名下的遗产时 我却因没气中毒死了 怎么就那么巧 在我起诉李翠娘之后就没气中毒了 现在想来 我虽年纪大了 却也脑袋并不糊涂 可是我分明记得我死的那天 我分明并未开过煤气 其中的重重 现在想想都不寒而栗 不过 现在并不是翻旧账的时候 前世的这个时候 我刚小产 而周辰伊也正好稍微有那么点愧疚 便想要请假照顾我几天 是我不想影响他的工作 所以拒绝了 你既然不要我照顾 那我明天就去消假 已经请了就请了吧 我听人说吃鸡蛋补身子 你去换点回来吧 我淡淡倒 周辰伊诧异地看了我一眼 但他还是点点头 没说什么转头走了出去 我和他是没人介绍认识的 他对我一直都是这样淡淡的 以前我觉得他话少 有时候我忍不住想和他说一些琐事 都显得我过躁 现在嘛 倒是正好 养身体的日子实在是无聊 我看到周辰伊放在书房的课本 便忍不住拿来看了起来 这个时候国家刚恢复高考几年 而周辰伊也是前几年才考上的大学 见识过后世祖国的大变化 我深刻地知道 有文化和没文化的差别 其实我初中三年的成绩 也是很不错的 若不是家里实在接不开锅 我想我也会有缘高考的 看着周辰伊满屋子的书 我爱不释手地抽出了高中的课本 我想 潜意识的 我已经在泥潭里挣扎了一时 这一世的我是不是可以有不一样的人生 周辰伊提着一篮子鸡蛋回来的时候 我沉浸在知识的海洋里 毕竟比别人多拥有了50年的人生阅历 我看起这些书来 更是得心应手 怎么看起书来了 周辰伊放下篮子 难得的主动和我说起了话 我想 如果我还是以前的我 肯定是要被他这举动 安安开心半天的 但现在 我也只是淡淡看了他一眼 鸡蛋蒸好了吗 可以放几个红枣下去一起蒸 周辰伊嘴巴动了动 看了我一眼 又一声不吭地转头出了屋子 我低头 继续翻起了手里的书 对于周辰伊照顾我这事 我一点心理负担都没有 周大哥在家吗 嫂子好些了吗 周辰伊开门时 外边一个女人钻了进来 女人穿着一条水蓝色的裙子 因为下雪 进来的时候 脸颊冻得通红 这么冷怎么过来了 周辰伊心疼地扯了自己的围巾 围在了女人的脖子上 女人笑着看了我一眼 转而想要把围巾拿下来 周大哥 别 一会儿嫂子该误会了 周辰伊仲美朝我看来 我淡淡看着他们表演 看我没有多余的表情 女人这才忽然想起来什么 看我 我这是给嫂子送鸡汤来的 周辰伊面色一变 心虚地看了我一眼 什么鸡汤 我下意识到 哎呀 就是刚才 周大哥给我送了一只鸡过去 他说我体弱应该多补身体 嫂子你看 我一个人也喝不完 再说您还坐着小月子呢 您更应该补补才是 女人和这里的女主人一般 自顾自地从厨房拿个碗出来 倒出鸡汤 这才匆匆忙忙地走了 女人走后 场面难得地静了下来 我淡淡看着周辰伊没说话 我的孩子被他推没了 而我只配吃鸡蛋 那个女人 去 体弱 该吃补身子 我知道这是李翠娘赤裸裸地 给我示威来了 看 你是他周辰伊的妻子 又如何 你们的孩子没了又如何 孰轻孰众 一目了然 我放在膝头的手 死死地握紧了 我告诉自己 不要气呀 不要气 一切等养好身体再说 前世孩子没了 婆婆看不惯我在床上躺着 日日让我去洗头洗衣服 一日三餐地围着周辰伊转 哪里有可以好好休息一下的时候 身子骨也就这样虚了下来 年纪大了 更是腰酸背痛 各种病症都找上门来 这一世 我 必须照顾好自己 一切都等身体养好再说 周辰伊面色一阵白一阵青地 站在门口看着我 似乎正等着我开口质问 可我连看都没看他一眼 便低头继续看起了书 周辰伊似乎在门口站了好一会儿 我知道他正等着我质问 然后他又可以用他一贯的冷淡的态度 不冷不热地看我一眼 就好像只要我质问 就又是我无理取闹一般 但是 现在的我 才不会浪费这个力气 我足足做了一个月的小月子 期间 我婆婆也曾来闹过 说我不顾自家男人的死活 只顾着自己享受 又哭天腔地 说儿子不笑 自家老娘都没有这么伺候过 我知道 两人一个眼 一个沉默 不过是等着我开口说 算了你去上班吧 但是 怎么可能呢 我不过是说 你儿子给小产的老婆吃鸡蛋 却给那个女人 送了一整只鸡过去 你儿子每月的工资 大半都拿去接接了人家里寡妇 然后我婆婆就像被掐住脖子的鸡 愕然地收声看向了周辰伊 周辰伊呼吸一致 也惊讶地朝我看来 你怎么知道 我怎么知道 钱是他可以把所有的财产 偷偷地转移到那个女人的名下 却说什么我孤身一人 用钱的时候少 便 仁慈 但勉强给我了 留了一个弃身之锁 想必现在做出每月工资 拿去接近那个女人的事情来 也正常吧 至于我怎么知道的 我当然是猜的 不过 从周辰伊的表情看来 我真像了 婆婆走后 周辰伊难得地用一句话 和我解释起了 为什么每个月她大半的工资都 上交 给了李翠娘 我和她一同长大 她所嫁非人 她顿了顿 似乎被自己的话说服 我不过是看不过去 伸手帮衬了一把 你别闹 我确实没闹 你竟然觉得自己做得没错 还解释什么 哦 对了 你和她不甘不敬 她推我 又害我失去了孩子这事 你打算怎么处理 周辰伊眉头一皱 什么不甘不敬 你说的神混账话 她顿了一下 有点艰难地道 她也不算是故意的吧 就是顺手 无意中不小心碰到你了一下 谁让你恰巧站在那里 这是你也有责任 怪不上人家 就算了吧 我静静看着面前的男人 虽然对他早已不抱希望 但密密麻麻 似针扎一般的痛 还是刺得我喘不过气来 我闭了闭眼 这就是我跟了一辈子 伺候了一辈子的男人啊 果然是狼心狗肺得很 接下来的半年多来 我白天做好一日三餐 其余的时间 我不是在看书 就是奔波在夜校的路上 我只用了一年的时间 就看完了整个高中三年的课本 这一年来 切菜煮菜的时候 我都在背书 吃饭的时候 我也一边吃一边看资料 甚至就连周辰伊睡下了 我还在看书 有时我知道周辰伊想和我说话 但我只当不知道 我们之间几乎零沟通 虽然住在一间房里 却连陌生人都不如 渐渐的 我发现周辰伊放在我身上的目光 竟然多了起来 很多时候看着看着 好像就走神了 但是这些我都不在意 该用钱买资料的时候 我直接从抽屉里拿 总归我和他还没有离婚 他的钱就是我的钱 每个星期 我都会给自己炖一次汤 每天的伙食 也都保证有肉有新鲜的菜 读书真的很累 很费神 我要让营养都跟上 这天我发现 家里的钢笔的水没了 便拿钱准备去书店买 并且多买一些资料 回来复习 我准备今年参加高考 留给我的时间不多了 我必须把时间压缩 再压缩才行 去书店的路上下起了大雨 我只能加快了脚步 冲了进去 嫂子 刚进门 我便看到李翠娘和周辰义 站在屋檐下 显然正在躲雨 嫂子 你 你怎么追到这里来了 李翠娘色缩了一下 见我一头雾水的看着两人 她才诱到 嫂子你 难道不是因为周大哥 让我去当代课老师这事 追过来质问我的吗 她说完面色一变 看着周辰义 周大哥 不会 不会嫂子还不知道这是吧 李翠娘 满脸懊恼 一副自己坏事了的样子 周辰义则嘴巴动了动 似乎想说什么 又冷下了脸 我这才知道 上辈子李翠娘 并不是被周辰义藏到了哪里 而是被安排去学校 当了小学老师 再没有在村里住而已 哪怕这辈子 在看到我自学高中的课本 哪怕看到我有多努力 她还是和前世一样 把这机会给了李翠娘 周辰义不会不知道 这个年代 一份工作对一个女人的重要性 哪怕只是一份 小学代课老师的工作呢 我单单笑了笑 拍了拍身上的水珠 原本想等我考完 再收拾这对不要脸的玩意儿 但显然李翠娘好日子不过 总一挑衅我为乐 那就来吧 在李翠娘得意的眼神中 我恶狠狠的一巴掌扇了过去 李翠娘被打懵了 捂着脸恶然的看着我 林念春 周辰义先回过神来 她气急败坏的一步 挡在女人的面前 林念春 你疯了 啪 我转头 用尽了力气 一巴掌扇在了周辰义的脸上 周辰义似乎从来没有想过 我会连他也打 他猛了好一会儿 才回过神来 周辰义 林念春你 啪 的一声 我再次一巴掌过去 我冷冷看着面前的两人 第一巴掌 为我婚后这几年 第二巴掌 为那个孩子 我的声音淡淡的 但周辰义却猛然白了脸色 我看了两人一眼 水壶的水倒了出来 又去加了点冷水进去 头发擦干后 赶着去洗了个澡 出来时 我看到周辰义已经回来了 他站的地方一滩的水 看到我出来 他嘴巴动了动 我却视而不见地越过他 继续坐在书桌前看书 刚才雨有点大 我刚买的资料还是湿了一点 我心疼地拿出干净的棉布 小心地擦了起来 周辰义看到我没理他 他抿唇想拿开水壶去洗澡 却一把拿了空 他看了我一眼 见我根本没看他一眼 便默默去了厨房烧水 我冷眼看着他起了半天的火 也起不来 我吃笑一声 收回了视线 以前我哪里会让他进厨房 我只会前前后后地忙活 生怕他受半点凉 等周辰义中洗完澡出来时 我已经陷入了蹄海里 完全把他当成了空气 高中的课本我已经全部自学完了 现在就是刷题 虽然身边没有什么人可以指导我 但后世高考生们 高考前怎么刷题 怎么压题我 还是知道一些的 我准备等这些题都刷完之后 再去省城一趟 那里的资料肯定比我们这个小地方会多很多 我准备多买几套回来 在最后的这几个月来个大冲刺 我做题期间 察觉到周辰义好几次都想和我说话 如果是以前 我早就问出口了 但是现在 我只会无视 一直到我躺到床上 闭上了眼睛 我似乎还能感受到周辰义落在我身上的目光 就在我迷迷糊糊要睡着之际 我听到他淡淡的声音 念春 我眼皮动了动 又恢复平静 我和他这辈子注定无解 而且这一辈子 也一定 一定会让他付出代价 周辰义可能以为我今天会大吵大闹 甚至也可能早就在心里想好了 应对我的计策 哪成想我却全然不提 或许是我这反常的举动 让他很不安 甚至觉得 所有做好应对我的准备 都成了一场空 但谁在乎呢 我现在没有提离婚 不过是因为想借他的事而已 现在没提离婚 不过是因为现在 距离高考还有一段时间 如果我不提 他的钱就是我的 哪怕每个月拿回来的不多 但也可以让我撑到考试玩 这个年代物资匮乏 我弟弟已经结婚了 并且这几年 一个孩子一个孩子的蹦出来 如果我离婚再回去 家里就又多了一张嘴 我才不想看弟媳的脸色 到时候 家里一阵鸡飞狗跳 我哪里还能好好的 沉下心来复习 傻子才会现在撕破脸 躺到床上时 我闭着眼想 另外一间房 似乎应该早点收拾出来 只是结婚的时候 另外一间房 就被我拿来当成了储藏间 现在里面堆了 大半间屋子的东西 就算我有心想清理 第二天起来时 已经有些晚了 来到饭厅 我竟然看到桌子上 竟然多了两根油条 和两个肉包子 并且一杯豆浆 我吃笑一声 坐下直接开炫 我知道 这是周辰义自以为的赔罪方式 用两根油条 两个包子 并且一杯豆浆 想把他给李翠娘介绍工作 这是接过去 挺好的 这让我原本想让蹦大的 李翠娘摁下来的想法变了 当老师好啊 没有得到的多 又怎么知道失去的痛苦 挺好的 我努力把桌上的东西都吃完了 往常这些我当然是舍不得吃的 甚至在周辰义吃的时候 我也都舍不得多吃一口 只会在一旁默默啃着蒸地瓜 当时我现在吃完了 还不够 趁着时间还早 我去买了一只鸡 又买了一小包红枣回来 这个时候的鸡都是土鸡可不便宜 但是也不是后市的鸡能比的 现在炖两个小时 中午刚好可以开吃 整个上午 我都能闻到厨房里飘出来的味道 真是香极了 周辰义回来时 我刚好炒好一个青菜 并且把鸡汤端上桌 他一回来 我便看到他的目光 在桌上扫了一眼 当没看到包子油条时 似乎面色才终于松了下来 吃饭时 我正想着几天后去省城的事 冷不丁听他说 既然你知道这是你错了 我也就不计较了 以后别 我猛然把吃了一半的饭碗 扣在了桌子上 砰的一声 他目瞪口呆地看着我 我单单看了他一眼 淡定地去厨房重新装了一碗饭 又给自己盛了一大碗汤 外加一个大鸡腿 周晨毅嘴巴动了动 见我无视他 便冷着一张脸拂袖而去 看他走了我双眼一亮 把剩下的鸡汤端到了橱柜里 这餐是吃不下了 下一餐继续 两天后 我拿上钱 踏上了去省城的班车 钱是 我是二十年后才来省城的 那时候身边很多亲戚朋友 都闯了出去 大家都不理解 为什么周晨毅总是窝在那个小地方不动 期间我也曾劝过很多次 不然我们也出去看看吧 但周晨毅却只是淡淡的 不愿意挪窝 但是在二十年后的某一天 周晨毅却忽然买了省城的房子 甚至没有和我商量过 当时我还以为周晨开窍了 现在想来 却应该是李翠娘二十年后终于转正 掉落了省城工作 而周晨毅放不下那个女人 选择天涯海角永相随 其实 如果她变心了 甚至明明白白地告诉我 要和我离婚 我都不会那么生气 但她没有 一边和我淡淡地 相近如宾一辈子 往后的五十年 再没有碰我一下 让我守活寡五十年 另外一边 却让我当她的免费保姆 临死前 觉得再不需要我了 才露出真面目 而不久之后 我又亡死 这一辈子 哪怕死 不不不 我不能死 我还要活得好好的 我要让他们所死 在一无所有之后 我看看 他们还是不是能相爱一辈子 省城这一趟 很顺利 大城市什么都是好的 特别是教育资源 在这里 我买到了很多 在我们那个小地方 买不到的资料 我把带来的钱 差多都花光了 这才踏上了回城的路 回到家 偏色已经擦黑了 可让我意外的 却是桌上的三菜一趟 周承意看到我回来 甚至把饭都给我盛好了 既然不要自己做饭 一会儿还能空出 一个小时写卷子 我的心情瞬间好了起来 你 真的打算高考 周承意看着我 带回来的一大大资料 忽然问道 我原本并不想搭理他 但他却执着地看着我 似乎固执地想等我一个答案 我不想把时间 浪费在这种小事上 就淡淡地 嗯 微一声 周承意得到我的回应 似乎松了口气 想考就考吧 若是考不上也没关系 成叔那还差一个售货员 我让他先把职位留好 到时候 不管你能不能考上 都有一份工作 我淡淡吃着饭 不再回应 看吧 在他的眼里 一样初中文化的李翠娘 可以当小学老师 而我 只配当售货员 李翠娘再次上门的时候 已经是一名正式的代科老师 一条白色的裙子 腰间收了一点 黑长直的头发 柔顺地披在身上 看起来还真有点温婉的气质 我正在写卷子 听到大门打开的声音 我还以为是周承意 却不成想 进来的是李翠娘 哎哟 嫂子在家呢 我看了她一眼 不想搭理她 可她却自来熟地走了来 但看到我正在写卷子时间 却忍不住吃笑道 你该不是看到阿易 让我去当代科老师 就以为你也可以吧 扑吃 现在没有外人 李翠娘自然是不装了 把对我的不屑 明目张胆地露了出来 阿易说让我来拿200块钱 我就不打扰你了 李翠娘在墙上的 周承意的外套里拿出钱 就要出门 我放下笔 等一下 李翠娘一顿 警惕地转头看我 你想干什么 现在才警惕 是不是来不及了 我越过她 关上了房门 又拉上了窗帘 在她的木凳口呆中 我直接冲了过去 薅着她的头发 把人扑在了地上 第一拳头 她的鼻血喷了出来 李翠娘本来就比我矮 这段时间我吃得也好 她自然不是我的对手 再说我在上位 打起人来 自然是顺手很多 这次我可不会留手 我先是在她的脸上 各自抓了两把 瞬间她脸上 就多了几道血口子 趁着她惨叫时 我揪着她的头 狠狠撞在了地板上 李翠娘的抵抗 很快就弱了下来 等我一声不吭地 把她打成猪头后 我这才淡定地 散了自己的头发 又把衣服扯开了一些 拉开了房门的锁 有小偷啊 救命啊 快来人啊 抓小偷啊 快来人啊 这时候大家都住得密集 我这儿的动静 很快引来了邻居们的注意 有人猛地踢开了房门 却看到我和另外一人 打成一团 李翠娘被我压在身下 想辩解不是小偷 可我 啪 一声 给了她一个大嘴巴子 邻居们帮我把人扭了起来 又有人过来扶我 光天化日之下 竟然有小偷闯进来 我看直接报公安 就是 太可怕了 听说前几天老张家的鸡 还丢了一只 天杀了小偷 听说老猪家的孙子 前几天就差点被人拐走 哎呦喂 真是吓死人 人家闹腾腾的 架着李翠娘 就往门口走去 我 我怕不是小偷 我 我不是 走到大门口 李翠娘不知道 哪里爆发出来的戾气 死死巴拉着房门 声嘶力竭地喊着 你说你不是小偷 那你跑到人家小林的屋子 干什么 啊 李翠娘张了张口 最后道 我 我是她的朋友 到底 她不敢说说 周辰义让她回来拿钱的 因为她自己清楚 这话一出 只怕她在这里 就再也待不下去了 只是李翠娘这话 鬼都不信 刚好我也跟了出来 我听到她这话 单单笑了一下 我不认识谁她 她刚才直接闯了进来 拿了两百钱就走 我伸手指了指 她裙子左侧的口袋 现在两百块钱 还在她身上 一个大姐眼鸡手块 直接一把伸手 进她兜子一桃 拿出来的是十块一张的 整整二十张 真的有钱 我呸 不要脸的贱蹄子 走走 报公安 我家前几天也丢了三毛 我怀疑也是她偷的 哎呦喂 我家前几天也丢了一块多 我还以为是我家那死孩子拿的 她被我打得 现在还下不了床 我怀疑也是这偷子偷的 报公安 对对 报公安 周成义气喘吁吁地赶回来时 看到了便是这样一副场面 隔阵倒轰轰的人群 她目瞪口呆地 看着惹了众怒的李翠娘 转头 她遥遥朝我看来 我咧嘴 对她露出了回来后的第一个笑容 今天这一场 就算暂时的利息吧 有了周成义的周璇 李翠娘到底没有被关进去 公安同志 真的误会了 是我让她去拿钱的 她真的不是小偷 公安局里 李翠娘顶了一副猪头脸 鼻血忽了一脸 阴阴地躲在周成义的身后 公安同志听了她的话 转头看我 我摊手 她一进来 就直接去掏我老公的衣兜子 拿了钱就走 谁能想到 她一个寡妇 竟然会跑到别人家里 掏人家老公的衣兜子呢 公安意味深长地朝周成义看去 周成义面色一变 猛然朝我看来 够了 林念春 自从孩子没了之后 你就阴阳怪气的 这会还冤枉翠鸟是小偷 你神经病是不是 你自己一整天没事干就找茬 你若是能像翠娘一样 或许是顾忌着在场的公安 周成义到底后面的话 吞了回去 我却忍不住笑了 孩子 说到孩子 我忽然想起来了 我转头走到公安面前 认真到 我要报案 周成义面色大变 拉着我连推带拉得出了公安局 你到底要干什么 一回到家 周成义就彻底爆发 孩子没了 我都说了 不是人家翠娘的错 你到底要干什么 还有 我都说了 是我要买东西钱不够 让翠娘过来拿钱的 你竟然冤枉人家是小偷 还把人家给打了一顿 你脑子有问题吗 许是看到我面色平静地看着他 周成义拔高的声音 终于落了下来 你到底 要怎么样 周成义颓然地坐了下来 似乎一瞬间被抽走了惊奇神 我倾笑出声 看到这样的周成义 我真觉得恶心 离婚吧 但是你要对我做出赔偿 周成义抬头 定定地看着我 没错 离婚 周成义还要再开口 被我抬手打断 我们离婚 你还要再补偿我2000块钱 这个时候的2000块钱 很多 如果你不给 今天这是没完 你知道的 如果我不松口 你那个女人的工作可就没有了 周成义种梅 离婚不可能 顿了顿 他又到 我和翠娘是清白的 我们从来没有月雷吃一步 我不过是看他孤儿寡母的日子 过得不容易 你 你才是我老婆 我不会和你分开的 是啊 我才是你老婆 所以我活该欠你一辈子 被你欺负一辈子 压榨一辈子 最后什么都没得到 我吃笑转头出了屋子 他会想明白的 离婚的那天 是个大晴天 期间婆婆来闹过 我娘家人也来劝过 甚至我弟妹还隐晦的表示过 家里已经没有住过的房间了 就算我回去 也没地住 但是我都挺过来了 我离婚了 并且拿着周成义给的2000块钱 虽然我们离婚了 但你以后 如果还有什么需要帮忙的 周成义还没说完 我就转头离开了 回去后 另外租了一间屋子 屋子很小 但是很整洁 阳光透过窗户 我似乎闻到了自由的味道 离婚后 我又去一趟省城 在20多年 一个爆火的旅游区 当然现在 还只是个渔村的地方 花600块钱 买了一套两层带院子的小楼 这栋楼 20年后 可是几百万 这 也算是我对未来的投资吧 回来后 我一心扑到了学习上 还有一个月高考 这段时间 我几乎没有和外界接触 成绩出来那天 我和众多的考生 一起挤在一张红纸前 来回挤压的人群 就和沙丁鱼一样 我顺着人民 一个个往下来 终于 在看到我的名字时 我终于忍不住 崩溃地哭了起来 婚姻的背叛 我没哭 来自娘家的压力 我还是没哭 但是这一哭 我知道我走出去了 我 终于考上了大学 我报了京大大学 这里曾说我上辈子的执念 只是临走前 我去找了一趟 李翠娘的婆婆 她是个勤劳而强势的女人 当她听到我说 我和我前夫离婚 都是因为她是媳妇 并且每个月我前夫的钱 都会拿一大半 帮她是媳妇养孩子时 她熬了一声 拿起厨房的烧火棍冲了出去 接下来 我分别往周晨毅 和李翠娘工作的小学 各自送去了一封检举信 那天下午 我踏上了去京市的火车 全文完感谢观看